因為Microsoft Inspire在昨晚香港時間大概十分點半鐘 就已經開始了Keynote 今年也遇上了很多新的Opera出來 特別是圍繞著AI的Transformation 那個部份 我想大家都是等了很久 看看究竟officially有什麼新的Product出來 昨天我看到一邊在做這個Product Announcement的時候 一邊也有人說出來 股價不斷在升 這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大家的期望都能夠認得到 今天為什麼我們特別找了Keynote Ken特別想來和我們講解一下 因為Keynote是一個很親密的Microsoft Partner 在Business Application 和很多不同的範疇裡面 都很有經驗的 因為這次我們叫做AI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Chief在那裡 我想對Partner來講 或者對客戶 甚至用戶也好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在那裡 去到這個時刻 我感覺上都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但是當然我們要問一下業內的人士裏面 看看 咦 究竟這次Microsoft這個arrangement 我們不特別去講一些Pricing、Opera 各方面的東西了 對大家來說有什麼影響在那裡 我時間我交給Ken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 咦 為什麼要從你這個角度裏面 會有這樣的見解 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Keynote那邊的Keynote 很多朋友都應該認識我的了 我想大家在這兩天都在Microsoft 很多不同平台都聽到這次整個主題 都環繞著AI這個產品 大家無所不知 如果是Microsoft的closepartner的話 其實AI這個產品 我們在過去的日子 很多時候都已經有形容 不過這次Microsoft很幫忙 把一些不同的AI元素 放進去我們不同的application上 包括M365、Azure、Microsoft、Dynamic365 好讓我們的客戶更加快就可以享用到 申請到那個技術 但如果你說在過去這段日子 大家都開始會留意到的 其實如果我們作為Microsoft partner 在Microsoft裡面去identify 我們的身份的時候 其實都開始了將我們的身份去分開 比如一些我們做Webspace 一些可能做Business Application 有些是專門做一些Security 以致是今次的主要題目 AI和Data 好讓我們有不同的身份 就可以提供一些很專業的服務 給我們的客戶 我提供到其實接下來的需求是很大的 但是客戶也很精明的 他會需要找一些真的有經驗去處理過 一些AI 在一些application上的一些partner 去幫忙做一些services 而在這個層面上來說 如果我們停留以前的模式 就是我們是叫做主要 我剛才說的my license 的一個model 我相信客戶的要求 未必需要這類型的partner 他需要是怎樣去幫忙做一些services support services 以至去怎樣批准AI技術 在他們整個business environment裡面 那我可以很相信 即是未來的日子 在我們就算在營商上面 作爲什麼的partner 都會可以有很大的轉變 是的 希望我們亦都可以在不同的轉變裡面 我們這些是專門做services的partner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商機 是的 OK 好了 我剛才可能都沒有特別介紹我自己 其實我是微軟國際合作夥伴協會大中華區的代表 是的 在那個我們的身份上 都希望能夠把microsoft的partner 在不同的地域裡面 有機會聯繫在一起 可能在那個我們叫技術的交流 或者business arrangement裡面都做得好一些的 這次其實都有很多不同地區的partner 大家都有一個活動在這裡 都問就是有沒有AI的expert 我也相信很多公司可能做了10年20年裡面 在某個特別的領域裡面 他們是專家來的 可能是financial services也好 或者一些做manufacturing 但是將AI這個元素滲透在裡面 如果以往的經驗可能是有些幫助 或者反過來一件事就是說是不是會有一些 暫身一點點的看法 一些年輕的朋友裡面加入了這個團隊裡面 對它有些幫助呢 那你會不會有一點點的看法 究竟這個未必叫做新舊交替 在這個技術上面有過這樣的swapping的情況之下 究竟怎樣能夠處理這個團隊的安排 不管是對公司的內部也好 不管是對那個客戶來講 都有些benefit這樣的 可以的 我想過去的日子其實市場都開始轉變 我想在我們IT的行業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幾種模組 一些IT expertise是很熟成的 包括在technical wise 或者在一些product spec上面 也有一些IT的 expertise 是很清楚是一些我們叫做客戶的需要 而去製作他們的scope of work 而去做一個是adoption的 那我相信就是現在是新進的我們fetch grad 其實我想已經不是說100%是需要他們是不是study on computer science 和related的行業 只是有致於你們在你們領域認識的範疇的行業上面 你可以想利用你們的知識 智慧去用IT去幫助行業的 那我覺得這些新進的一些fetch grad 他們都可以投身的行業 例如很簡單的 比如說好像你現在是做一個社福機構 如果你本身我們是屬於IT範疇 就是technical的同事 那我相信他們不是太清楚一個社福機構內部管理流程 以至於社工其實他們可能是晚上才出去做工作的 那你怎麼做report呢 是不是呢 那可能在這些範疇裏面 可能你本身是fetch grad on social work 這些的同學仔的 那他投身IT的時候 他的理解和需求上面呢 我相信是會貼地很多的 從而他利用現在Microsoft這個 我們AI技術和一些locode的platform 去建立一些應用 給我們的一些不同的行業 他們去應用 我相對我覺得會是得心應手 會是大過以前透過我們 純粹用technical的角度 用product的角度去給個solution的客戶 那我相信其實現在的日子 都會有很大的轉變在市場上 OK 好了 但是你提及到一些locode 還是其它呢 我相信很多時候 ID這個行業裡面都有新的jargon 一些trend會走出來 現在我們就在說AI transformation 較早的時候就說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或者叫做process automation 那個字眼裡面 都期望一些員工去有自己的經驗 去處理這些工作的時候 有機會自己做一些我們叫做solution也好 或者是怎樣能夠自行到一些task 那這次再進一步加上AI的元素呢 在整體來說其實我期望又將它提高了 在那些用戶或者是那些員工的角度裡面看 其實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空間 自己拿捏到學識這麼多樣東西 雖然說出來就說每樣東西都很簡單 直接不夠很intelligent去做的 他們是不是有這個空間 真的自己有能力處理到 還是會有另一種安排 可能我不知道你的service provider 會不會因為你們幫他做了某一個solution出來 有些skill transfer 甚至乎有些機構直接告訴大家 就是說我們希望有這個collaboration training 是train了一些同事 他們自己拿捏一些AI也好 或者之前那些low coding的情況之後去做呢 這個其實那個需求是不是很大 這個是怎樣的 過往這段時間 我想在這個領域上面呢可以少少分享的 過去這幾年呢 尤其是在疫情的時候呢 我們做的IT project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引估了skill transfer training 其實很多客人自己 當然如果有一些有IT knowledge的同事 都會嘗試去pick up 然後自己做了development 這個也是正正Microsoft一直以來的方向 low code 希望我們的客戶是很快 透過自己也可以做一些configuration setup 以至做一些automation的東西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那個方向呢 其實是幾年前都在走的 那甚至乎你當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的Microsoft Partner 你收收了你的東西 你不趕出來教客的 其實你可以上YouTube 你打一些related的一些hashtag 其實你都找到一個solution是怎樣做的 是的 在全世界裡面有很多不同領域範疇的MVP 都可以把這些solution分享的 那我們的公司也是一直以來 我們都把不同的application 我不收了的 我分享 希望客戶也可以接受到那個technology 那甚至乎現在你說chatGPT 只要你開著chatGPT 你打一些key words 其實它都教你 其實你怎樣用low code 還是接受到整個requirements 你想怎樣做 當然 剛才阿黃你提及的那樣東西 是不是一般員工都可以pick up到 首先我想是你給他幾個壓力 就是如果他是要幫一個機構 講一百人 要做一個application 要做一個improvement的 那我相信他們遇到的難處會多些 但如果stuff from一個department的 純粹他們可能幫自己內部做一些流程 上面改善 利用AI technology 我很相信其實 只要這個員工熟悉的部門運作的話 他可以承受到的 利用AI 利用現在Microsoft Copilot 利用chatGPT的一些不同的tools 他都可以製作到一些簡單的工具 當然你說去到大型的最難的關鍵的就是 做一些叫data component的connection 當然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你交給我們的partner做 我們expective 我幫你手去怎樣去cross不同的multi platform 將data synchronization 所以我想是跟以前我們做IT project 就是business application 會很大改變 整個模組都有很多不同 很多東西其實客人會自己去pick up 而我們作為service provider的 其實我們那個功能 和站在一個位置 會說more related on 是怎樣幫他處理data 我想這個也是我過去這幾年裏 我的project大部分都是related這個類型 好的 你剛剛講到data的部分 因為昨天的經驗裏面都遇上了一個重點的 因為大家可能早前都說了 有些機構用了chatGPT 因為它問了一些question 和其它某程度上是disclose了 一些比較confidential的東西出去 有一個尷尬的情況 當然Microsoft也有一個方法裏面 所謂叫做data protection piracy的部分 是安排了 希望大家在enterprise的角度裏面看 知道data everything owned by the customer 也都在這個過程裏面 不會用這些所謂的問題的方法 或者相關的資料裏面 去train它的data model 令到大家的意識上面 和那個confidence是提升了 這個也做了一件好事 剛才講了一些不同的持份者在這裡 不管是員工有這樣的空間位 或者是僱主 期望它也都可以用到這些技術 去能夠改善到那個operation 提升那個競爭能力 但是或多或少也都有第二件事 走出來就是說 那些員工可能有感覺就是說 如果是真的AI 他們implement了之後很successfully 是不是對自己的工作來說 會有一個負面的影響呢? 基本上我是幫老闆做了一個新的團隊 對著他們自己來說 會不會有些員工 可能你較早的時候接觸過 他們都有一些hesitation 想嘗試snow down那件事 應該是怎樣的 明白明白 是的 那其實我想是一個 如果在我自己作為一個老闆的角度去看 AI的確是幫助了我們很多不同的 一些我們叫做活天的一些恆常的工作上面 去幫我減輕了那個流程 但是也都有個問題 大家要明白 AI是誰改變出來呢? 都是人的 是的 沒錯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更加要在AI 尤其是Microsoft Co-Pilot上面 要大家更加增加自己的知識 懂得怎樣去運用和manage 那我相信這個員工會是 如果他有這個技術 有這樣的技能的話 我相信他的工作是很穩陣的 是的 因為老闆要依賴他去幫忙去manage 他用這個co-pilot裡面 或者AI所有related的tools 是的 怎樣去幫忙去做operate 整個公司整個process 那我想是怎樣去正面去看這件事呢 那當然也真的會有的 如果是一些很恆常 一些很活天的一些 data的一些process的一些工作 我發現他有機會是replace的 但是我相信那個影響是否會這麼大呢 大家看看未來的方向 這個我也答不到你的答案 OK 那好了 兩個quick question 我想大家知道我們只剩下分數小時 在這裡的 第一個quick question裡面就是說 這段時間其實大家都有機會 experience 那個checkGBT Everybody都有機會用的了 所以他們都想了很多東西 也都覺得這個是比較容易去拿捏的東西 會不會其實有很多的客戶裡面 湧現在你面前 就是不停的要求你們做很多 跟一些這樣的generative AI有關 或者其他的東西 令到你們本身可能 某程度上 經常都說這個行業是shortage 不夠人的 是說上加上 是更加難去處理一些這樣的問題的呢 你這個問題也都很正面的 每天都有很多客戶其實都在問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這個AI technology 但是我也都很honest speaking 其實有兩種類型的客戶 一就是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意思就是 他本身很多系統已經是數碼化了的 當然他去批准的時候可以很快 但是也都有一類型的客戶 其實他連系統都還沒get ready 那你怎麼行AI呢 所以其實我們會分兩個方向去幫客戶 但是如果你說已經是ready的 其實AI上面的很多的元素 其實我也honest speaking 不用說今年的 其實早於三四年前你們正在用的了 不過今天你將它 概括為AI這個名稱的 例如checkboard 嗯 checkboard已經是屬於AI 是啊 是啊 那這些這樣的元素 其實大家都在用的 不過的確就是 無可否認 世界要進步 那麼也都很多機構 也都會開始會 批准很多這些這樣的 做scan capture 一些我們做customer service 做一些responding的 一些的checkboard 這些這樣的AI的元素 都會是繼續不斷湧現 在不同的客戶的需求上面 那麼你所說的 如果你說夠不夠人的 那麼我很渴望 其實接下來有我們的 新一代的IT的從業員 投入這個行業 不需要怕究竟你是不是 你就是 你這個graduate 是不是讀 iTV 這類的 你有次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今時今日 churchpt 可以幫到你 OK 好 很多謝你的分享 我亦都相信 今次Microsoft 在這個AI transformation裡面 都花了很大的努力 亦都embrace了很多不同 no matter 講的技術 不同的人士 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真是everybody 去的daily live裡面 都有所改善的 那今天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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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